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各种的妖魔鬼怪或者是灵异的事物里边 我们讲到狮子 老虎 熊 蛇 水榻 这些东西讲的很多 另外像山霄 狐狸 也很多 但是讲到猪就比较少 一般人常常骂人都是用猪作为对象 说你看你看 笨的个猪似的 说好像猪是又笨又脏的又懒的一个化身 其实根据现代的科学家的研究 猪还是挺聪明的 甚至猪的聪明超过猫狗 猪是最聪明的动物之一 只是它因为它的那个样子长得比较 好像呆又脏 在泥水里边跑来跑去的 大家觉得它又脏又冷而已 在中国历史上猪的故事也不少 其中有若干还是很发人生性的 我现在要讲一个猪的故事 给大家听 说早先在安徽中部的一个地方 有个姓贾的 贾先生他是犯猪 他是到处犯猪 他是走篮到百的 把小猪犯出去去卖 卖了他这个养了一个猪 很通灵 差不多他讲什么话 猪都能够知道 他人跟猪之间 虽然没有直接的语言沟通 可是那个猪也会点头 也懂了他的意思 他都尽如人意去办事情 所以那个姓贾的很喜欢这口猪 就舍不得卖它 就留在身边 留在身边干什么呢 做燕猪 做猪燕子 每一次他贩猪出去 到外部去 不是走大的官道 有时候是走比较荒凉的偏僻的小路 那个猪认识路 猪走了不是一趟了 他就认识路 他就变成猪的贤导 按照现在的说语 就是贤导 就是在前面带路的 就是带路的猪 他到伊甄 甚至于过江 那个猪都是呼噜呼噜的 在前面走 带着小猪走 那么在一共 他养这个猪 养了有十一年多 养了十多年了 有一天 那是贩猪到百部去 他走到徐县 就是现在的带路那个腹头 住在一个西口 一个河口的一个小镇上 小镇上天黑了以后 他就打尖落虚 就叫主人把猪赶到园子里边 圈起来去喂食 他就休息 可是那个小镇的主人 心性不好 本来在地方上 就是一个低头蛇 他一看 哇 南方这个客人 犯的有几十条肥猪 是相当可观的一笔钱 如果把这个家伙 给他磨倒了以后 算掉了 计算掉了 把这个猪拿去卖的话 那就是发一笔很大的财 结果他就在这个火石里边动了手脚 下了蒙汉药 那个姓贾的客人也是到处贩住 走过很多大户头的 可是没想到到这个小镇上 可以说是摘了金头 他吃了蒙汉药 被蒙倒了以后 这个主人半夜三斤就给他拖出去 拖出去就给他 锦子 给他画了一刀 喉咙给他割了 割了以后 把厕所就拖 拖到他的后面的菜园子里边 有一口费金 一个干的锦 就把他厕所 头朝下脚朝上 给他扔进去 可以说是神不治鬼不脚 根本没人知道 然后他就把这些猪包就卖 卖给镇上从附近 户头里边的屠宰场 他打开这个围栏 数猪的时候 这一条做咸岛的猪就跑掉 跑掉他怎么追 就追不上 那个猪跑得飞快 奇怪 这个猪真的奇怪 怎么那么通灵呢 说跑就给跑掉了呢 可是那个店主人也觉得无所谓 风树猪很多 跑掉一条而已 这个猪跑跑跑 就跑到大街口 正好 那个州的州官输巡 千呼后涌 这个猪别的地方不跑 他就挡在轿子前面 就跪下来 就呜呜呜呜呜呜呜的叫 前面的牙医就用刀 用棍 就是要装签作似的 要打他 猪根本就不动 轿子就被逼得停下来 周官先去叫连贯什么事 牙医就告诉他说 有个猪 你看 就挡在路上 哇哇叫 不知道干什么 周官也是很有经验 他觉得天底下 凡是有家属之类的 如果要无故挡住路 而且发出很悲戏的声音 一定有什么冤情 只是人跟书生之间 没有话好讲 讲不清 所以不必要问他什么 就告诉博块头 说这样子 这个猪到哪里 你跟到哪里去 因为你查案的经验也非常丰富 看他到底有什么冤枉 能查出什么猪丝马迹来 你回来告诉我 那个鸭鱼头 带着几个博块 就跟着这个猪走 这个猪就摇头摆尾 摇头摆尾摇头摆尾的 就走 一走就走到这后边的旅馆后面的菜园子 菜园子就到了井旁边 到了井旁边他会闻 一路闻羞 闻到井旁边他不住 停住了 把前面的爪子搭起来 搭在井栏杆上 牙医看也 踏到井 南岸上 井里面难道还有什么名堂吗 结果就下去 最神都下去看 发现里面有一个死守 核管被割断了 死掉还不太久 这个死守出来 当然命案就出来 命案出来以后 就先去找屠宰场 找杀猪 把镇上的杀猪的 附近的杀猪的 去一家一家去问 到底怎么回事 杀猪就说 实在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回事 因为他说 那你们这些猪 都从哪来的呢 其中杀猪就说 这个猪是 那个旅馆里边的 老板卖给我们的 说是他向客人买下来 整批买下来的 他在卖给我们的 然后说好 去找店主 就带着这个猪一起 到这个旅馆 那个猪啊 很熟啊 跑跑跑跑 就到进旅馆去 进旅馆里边问店小二 说你们这个旅馆的主人呢 说我们店老板不在耶 出门去了啦 不在啦 牙医认为说不在 还是等呢 还是先回去扶命呢 正在那里游鱼 那个猪 鼓鼓鼓鼓的 朝里边跑 朝里边跑啊 在床底下 把个衣服脱出来了 拼命拖 拼命拖 那个两个牙医 再一看 爷 老板没有出门了 躲在床底下 被猪给脱出来了 脱出来以后 把这个捆捆帮忙 送到周冠那里去 周冠说你猪从哪里来的 你从哪个埋的 然后一查 凶器也有了 这个人住旅馆也 也是 猪根本就是被吞掉的 当然到那里去以后 满不了 就把这个案子给破了 破了以后 大家就觉得很奇怪 说你看 如果别的东西 像狗啊 忠犬 义犬 救主的事情 相当多了 林喵啊 喵咪来救主人 这个猪也能够救主人 他虽然没有办法当时救 可是他能够 替主人伸冤离去 这不得了 这个猪不能够 当成一般猪来看 周冠也觉得这个猪非常好 就用公家的这个公文 把他送到当地的一个大庙里面去 圈起来 来养 而且这个公家每一天呢 要给这个猪的口粮 要给他粮食啊 等到这位周官做了一任 历任以后 当然就没有办一教啊 没有办一教呢 这个公家的给猪的这个等于 约缝的粮食啊 就断掉了 那个庙虽然很大 但是也很穷 猪的食量又很大 一个老猪了嘛 吃的东西也很多 和尚也喂不起 喂不起啊 就很担忧了 又不能够随便把他宰掉 又不忍心把他卖掉 又没有粮食给他吃 怎么办呢 就把猪叫过来 老和尚就给他讲话 说猪啊猪啊 我们庙里面很穷苦啊 树栽都吃不周全啊 也没有办法养你啊 有了这种困难 如果要你去 跟我们一样的哈 去化缘 你肯不肯答应呢 那个猪就猪居然点头啊 一直点呢 表示他也愿意去化缘呢 老婆说好吧 就用一个布袋子 一个黄布袋子 套在猪的脖子上 上面写猪化缘 就牵他到镇上去 挨家挨户的到处去化缘 猪就到每一家门口啊 他就跪下来磕头 磕头他化过的地方 比如说今天他化过的地方 他明天他就不去那一家 他就到没化过的地方去磕头 他到处给人家磕头 结果人家一看到 这个猪过去 又救过他的主人 而且他的灵异的事情啊 传遍四线啊 今天穷到要化缘过日子 大家就什么东西都给他啊 所以都是满郎满代的东西 有时候这个猪啊很好 有人给他什么呢 给他刮刮果果的那个树果啊 比较好的 那个猪就弄另外一 狼的另外一面了 给他装住 他一口也不吃 他要走回去啊 跪到把那个瓜葛 给演他的那个老方丈吃 猪还那么样子 懂礼貌啊 原来一开始是 和尚带他去化缘 后来不要 后来每天早上 到了五点半的时候 这个早中想了以后 猪就自己出来 由和尚给他挂上 一个猪化缘的狼子 他就自己到处 四相八正的 他就去化缘 风雨无阻 他就去化缘 所以那个老百姓 不叫他猪啊 都叫他猪盗人呢 从此以后 他风雨无阻 他又化缘 有的人就说 猪盗人 猪盗人 猪就奔过来 跟他摇尾巴 还要舔人家 结果不但是和尚 就是一般人 都奇怪的不得了 这个猪后来 活到三十多岁 三十多年了 才死掉 死掉了以后 大家花了钱 由和尚车面 买了棺材 把它埋在一座坟里边 不但埋掉了以后 还立了一个大石碑 上面写猪盗人之墨 背后记载着 他的真实的故事 可见天地的万物 只要能够生情了 他都可以所谓 化福求为神习 做到一些 意想不到的事情 如果你们说 这个故事是虚幻的 是不真实的 我们可以看报纸 最近 伊斯列的 这个特勤的单位 养了一个猪 那个猪也是领了 四官的薪水的 那个是某猪 这个叫猪小姐 它可以 维修出 所有的行囊里边的毒品 没有那口猪 连狗都不如他的 不如他嗅觉灵敏的 这个猪现在还活在 伊斯列 还在服献疫 由此可见 世界之大 确实是无其不由 如果用情之深 能够推积万窝的话 我们想 我们人应该能够 作为一个主导的地位 来发挥这种避免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